大家好,历秋后要多吃这酥馅的饺子,出锅没想到居然那么香,教你调馅配方,一口一个鲜嫩又多汁,让不爱吃饺子的老公也能吃上两大碗,鲜香美味又解馋,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准备10块钱的猪千腿肉,现在这个猪肉价格太贵了,我们要省着吃一点。 先改刀,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。 切好之后,我们今天亲自把它做成肉馅。 因为做出来的肉馅,个人感觉要好吃的很多。 用了两分钟的时间,把肉馅做成像这样,磕磕磊磊的,这样口感吃着才更佳。 做好的肉馅,先放到一个干净的大盆中。 接下来小碗中放入十几片姜片和葱炖,66粒花角,倒入60克温水。 下手把它抓出葱姜花椒水,放一旁给它浸泡5分钟。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掉皮的土豆。 先改刀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。 再切成土豆丝。 最后再切成土豆丁。 切好之后,先双入盘中。 接下来准备半个胡萝卜头。 改刀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。 再切丝。 最后再把它切成和土豆丁大小差不多就可以。 切好,装入盘中。 接下来我们找一个漏勺。 把这60克葱姜水,一次给它倒进来。 用筷子往回家的路上,一直给它搅拌均匀。 把葱姜水都给它吸收到肉馅中。 这样调出来的肉馅鲜嫩又多汁。 不腥也不柴。 最后把它搅成葱姜水,完全被肉馅吸收。 用筷子搅起来,黏黏的。 像这样就可以。 下面来调味,放入精盐适量。 鸡精、味精、胡椒粉、生抽、酱油少许。 蚝油、一丢丢的白糖提鲜。 一瓶鲜,再打入两枚你家没有的公鸡蛋。 再次用筷子往回家的方向,给它搅拌均匀。 把食材和肉馅完全吸收。 搅拌均匀。 这时候大家就能看到我们的肉馅,非常的鲜嫩。 一晃三颤。 把切好的土豆丁给它倒进来。 胡萝卜丁也加进来。 还有葱花也给它放进来。 最后上面再给它浇点热油,炸出葱香味。 放点香油。 充分地用筷子给它炒拌均匀。 搅拌均匀,美味继承。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馅,油光发亮。 可以用来包饺子,包包子,做馅饼,都非常的美味哦。 所有的面皮全部擀好。 这时候我们的土豆肉馅也动好了,给它放进来一份。 先从中间,给它对着捏一下。 再用手的骨口,像这样,轻轻地往里面一挤。 好了,像这样一个大豆水饺就包好了。 这样包出来,不破皮也不露馅。 接下来,包成水,稍至大开。 下入我们包好的饺子。 一次也不要下入太多。 放进来之后,轻轻地用铲子从锅边给它推动一下,以免粘锅糊底。 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两个小窍门。 煮饺子的时候,第一,往里面放入少许的食用盐。 这样煮出来的饺子皮爽滑劲道,还不破皮。 第二,饺子下进来,水烧开。 不要打入冷水。 打入冷水的话,煮出来的饺子皮, 它黏黏的。 我们要怎么做呢? 把火候调小,慢慢地煮。 用勺子给它推动一下,使它受热均匀。 荤饺子我们给它煮至四至五分钟就熟了。 素饺子我们给它煮至三至四分钟就熟了。 大家看一下,煮了五分钟的时间,我们的饺子各个全部都飘到水上面。 这时候都熟了,现在可以把它捞出锅。 倒在一个你家黑色的盘中。 土壳皮也不露馅。 一道非常好吃的土豆肉馅饺子就做好了。 单上桌全家人都爱吃。 想一个让大家看一下。 做着面皮就能看到里面的馅料。 不破皮也不露馅。 各个皮薄大馅,晶莹剔透。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。 里面的馅料鲜嫩又多汁。 一口一个非常的解馋。 不爱吃饺子的老公都能吃上两大碗。 家里条件好的,再调个料汁,那味道简直绝了。 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。 以后土豆边炒着吃凉满吃了。 把它调成肉馅,用来包饺子,包包子。 真是水仙吃法。 要上桌,孩子们立马流口水。 真香。 好了。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 请点赞收藏,转发评论,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